這地方要是4位數 000002等等 那首先再來就是說 這地方我要讓它怎麼樣 產生這個編號部分 那編號部分的話 而且格式要照我們要的 那首先的話 第一個我們可以用什麼方式呢 其實基本上我剛剛講過 你其實用那個Raw其實非常方便 我們最近有使用過那個 或者是全部裡面用Raw Raw這個函數 那這個函數的話 如果按確定之後 它現在對應 它現在的位置是在第二列 所以參考之後的話呢 回傳會是2 那其實如果2的話呢 我們可以怎麼樣 把它-1 不就是它的編號了嗎 對不對 但是我這個編號我需要怎麼樣 我需要是4碼對不對 那其實4碼的話非常簡單 你就在這前面加上一個TEXT TEXT TEXT這個就是格式化成為 一個什麼呢 一個文字的這個格式 那TEXT之後後面的話呢 豆點 Formator Formator Formator你就給它 這個雙引號 4個0000 這樣的話呢 它就可以幫我格式化成4碼了 按打勾之後的話 這個地方就產生我要的格式了 那往下填滿 它這地方就會自動出現 不過呢 問題來了 假如說我今天呢 下下填滿 那填滿呢 假設我有保留啦 比如說預留 預留到大概100好了 比如說這邊 這邊可能 最多客戶名稱預留到100 那我希望怎麼樣呢 如果我今天 我希望就是說呢 如果我這邊名稱有key了之後 它才幫我帶出來 如果沒有key的話 它就不要帶出來 這個地方就可以自動化 預留大概100個名稱好了 客戶應該也沒有那麼多啦 如果小型企業的話 大概就是 擺來一個 頂多就是幾十個客戶啦 那預留大概100個 這邊你可以增減 那如果說我今天呢 能要怎麼樣呢 讓它 這邊有資料 這邊才顯示的話 那用什麼方式最快呢 其實非常簡單 用那個判斷 判斷什麼呢 裡面是不是空的 那就需要有兩個函數 一個是if 一個是isblank 有一個函數叫isblank isblank就是 是不是裡面是空的 那怎麼樣搭配 首先我的習慣上 做出來之後 如果要把它做 做剛剛的那個 函數的話 可以把原來的這個公式 先減下來 減下來之後 等一下貼回去 會比較快 減下來之後的話 插入函數 那我剛剛講 裡面的話呢 第一個我用什麼 用那個if的函數 if函數 那if什麼呢 if邏輯 邏輯判斷是 旁邊的這個儲存格 是不是空的 那接下來的話 第二次使用函數 就是加一個isblank isblank的話 你可以在這邊打一個is is開頭的 其實is開頭的蠻多的 is arrow 或者is什麼什麼的 其實裡面呢 就是判斷 其實多分is 都會配合if的函數 一起使用 然後按確定之後的話 那判斷什麼呢 判斷這個 哪一個是不是空的呢 就是旁邊這個 裡面 這個儲存格 這個儲存格